冬季還沒結束 康瑞颱風絞成變快直撲臺灣 氣象署研判週四下半天 從東半部登陸機率高 週四週五兩天風雨最為劇烈 週五白天颱風會在臺灣上空 重新整合接著出海往北移動 到週四的一整天的這段期間 颱風就有可能增強來到它的巔峰 我們目前的預估大致是在 中度颱風的上限 當然也不排除可能會到更強的情形 而屆時它的暴風範圍 將可能會擴大來到三百公里左右 暴風範圍擴大 狹帶的風雨也不可輕忽 週三先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桃園以北和宜蘭會有局部豪雨 至於花東和恆春得防範大雨 三十一號到一號東半部 得要留意局部豪雨等級以上 北部南部和中部山區也會有豪雨 週四晚到週五清晨 中部會開始下起大雨 在今天的傍晚前後 可能發布到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路上颱風警報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會落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左右 太平洋高壓強弱 牽引颱風動向 康瑞颱風的路徑還不穩定 得做好防台準備把災害降到最低 三連續有黃正解离去 太普總不操